大家好 我是楊綺 我們現在位於台中的高鐵特區 普特斯防埋紗窗旗店店正式開幕啦 那我們今天就來看看我們的產品有什麼優勢 以及開幕的盛況囉 Let's go 台中地區的空氣品質 一直是民眾相當關注的話題 台灣普特斯公司 三年前引進荷蘭專利防埋紗網之後 就利用專利靜電技術 降低空污對健康的危害 2022年12月21號 在台中市烏日高鐵特區 開設普特斯防埋紗窗台中旗艦店 並且成立台灣營運總部 濾網有永久性的靜電 紡織在殺線的纖維裡面 所以可以就是確實的捕捉 空氣中這些大小的懸浮為力 然後幫居家做第一道防護 台灣普特斯公司總經理黃正明 2007年從成功大學醫學材料研究所畢業後 就有六位親友陸續罹患肺腺癌 自己身體也發現有肺部節節 讓他了解到空氣污染對健康的危害 所以才把防埋產品引進台灣 而針對疫情跟PM2.5的問題 台灣普特斯推出抗菌防埋高科技又環保的口罩產品 我們的口罩是可以重複使用200次 200次的水洗之後 我們防護PM2.5的效能還有達到99% 也就是基本上你一天如果使用一次的話 一年只需要用一個口罩就可以了 就是有幫助自己也幫助別人的使命感 目前全台灣已經有超過200棟豪宅建案 使用普特斯荷蘭專利防埋砂網 也成為知名建商的指定標配 有了防埋砂網 就像在砂窗裝上一道空氣清淨機濾網 營造更美好的室內環境跟空氣品質 記者陳維旭 蕭又金 台中報導 抗擴 energy 翁又金 居豪宅建的 其他位政府 公司的經營 記者陳維旭 法 崖亞蘭專利盟 後來你置信日在廣告 為了今天的牠們的牠們 要用一個牠們的牠們的牠們 也要放鋒nez 那根牠們的牠們的牠們的牠們 看見牠們的牠們的牠們